Hello 大家好 我是鳥潮 歡迎來到潮生講堂 今天呢 我們要來跟大家介紹的是 Capture One 20版本的最新的功能 那麼目前的最新版號是20.1 那麼實際版號其實也叫做13.1 這個新版本的新功能 我們等一下來跟大家做介紹 那麼馬上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官方所發布的關於我們的最新版本的Capture One 它的一些高光的項目 來 我們來看 它有提供給這個Nikon的相機的使用者 有沒有看到 一個特別針對Nikon使用者所提出的版本 OK 所以我想 以我這個多年的Nikon score的講師來看的話 有這個Capture One來專門的支持我們的Nikon使用者 那麼我們的Nikon使用者真的是在2020年 迎來一個新的驚喜 是不是 大家都賣Nikon喔 哈哈 好 來 我們繼續來看 它的這個免費版 Express 也有提供給Nikon 所以其實你也可以 預先使用這個Express來看看 我們的Capture One 對Nikon所提供的一些功能 那麼喜歡的話 你可以再更進階到我們的Pro版 好 那麼再來就是我們今天的重點 關於這個修復工具跟複製工具 再來呢 編輯前編輯後的功能 這個兩個是我們這一次20.1版的推出的 這個全新提供的功能 或是說做一個非常好的改進的功能 當然還有我們的筆刷的重新的設計 然後針對Lyron的編幕的一個輸入的改善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工作區的一個提升 那麼我們就先從這個Lyron的編幕導出 然後再把它導入我們的Capture One的功能 我們來試試看 找到我們想要導出的相簿 然後在這個項目上面按右鍵 然後找到將此檔案夾轉存為編幕 點選 點選之後產生一個我們想要的編幕的名稱 下一次 下次見 這邊的個人登録選自 owned 滴的規制 好 那麼就轉存出去了 然後來到我們的Capture One 然后在我们的文件选单里面找到导入目录 然后找到Lightroom目录 点选 OK 这边有一些提醒 步骤 那我们选择我们要的目录 在 好 刚刚我们建立的0522 然后就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 再按右下角的导入 OK 有没有看到 这里就有一个项目 项目就被导入了 在这里 然后它会稍微的建立一些预览 然后滑鼠来到右边 右边这里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导入的照片 OK 所以 透过这个方式我们就可以 很快速的把我们原先在Lightroom所建立的 这个照片的资料库 编幕 那么 导进我们的Capture One 做一个无痛的一个 接轨 把它通通转到我们的Capture One来做更进阶的 后置编辑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针对这张照片 它会做一个RAW档的一个后置 那么这张照片我拿到的话 我会针对张照片过铺的部分进行后置 那么利用它的RAW档的一个特性 那我这边的话可以先选择我们的ICC 配置文件 这个是你控的V1 然后曲线的话 选择 你想要 对应的曲线 再来就是 白平衡 白平衡的话 现在已经有点不确定 现场的 白平衡的状态 那么我试着用 这个猴子的身上的毛发的颜色 那么来 算是 配置一个白平衡给它了 再来呢 曝光 当然是降低我们的曝光 那么在我们的Capture One的话 使用我们的滑鼠的滚轮 也可以进行我们的参数的一个调整 把我们的滑鼠的这个指标 来到我们的调整的项目上 然后 做滑鼠滚轮的一个上下增减 我们的参数值 好 然后亮度也减少一点点 OK 然后我们的高光减少 好 阴影增加 阴影增加 好 那么再来我们的白色 白色 看一下白色的效果 在这时候我们会开启一个叫做曝光警告的功能 那么来 这个探测 我们在调整的时候 会不会造成照片的过曝或过暗的现象 都还好 OK 那么调整到这边就差不多了 那么我们现在来介绍的是我们的这个新版本 所提供的功能叫做调整前调整后的一个观察 那么功能在这边 快速键是按Y 有没有 按Y 然后你看 现在就是 你可以看到左边叫做之前 右边叫之后 那么它有一个中线 而且可以调整 那么你现在就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红色这一块 这个就是已经过曝了 死白了 那经过我们的弱档的这个调整之后 这个调整之后 可以调整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 那么透过我们现在 新提供的这个调整前后的一个观察 的功能 那么我们可以快速的来 看出我们调整前后 那么效果的一个差别 那么在这个调整前后的这个观察的功能之外 我们来看按住不放 它还有一个叫做整体查看 那么整体查看就不会有 我们的这个功能效果了 就是刚刚那个中间切开 然后左右移动 那么这时候我们只要按Y 来做一个切换 循环的功能切换 按一次 这个是当前的最新的效果 再按一次切换到调整前的那个照片的内容 OK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边按住做一个切换 分屏滑动条 这样子也可以 那么在这边更有趣的一件功能是这样子的 我可以同时选择多张照片 然后同时做这个效果的调整 有没有看到 来我先把这个猴子给取消掉 那么一样简单的调整这张照片 好故意夸试一下 OK 所以我可以在 整个多张照片同时被选取的状态下 多选几张 然后去拉动我们的这个调整前调整后的这个效果条 你看 是非常的有效率 我觉得它的效率非常好 非常有意思 那么这是我觉得在我们的新版本的Capture One所提供的这个调整前调整后这样的功能 那么除了单张的这个查看之外 那么在多张的照片被选取之下 那么你可以同时看它们的效果前后 那么这个是非常有意思 而且没有丝毫的lag的这个感觉 非常厉害 非常厉害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介绍 这个新版本的修复 笔刷 修复层 那我们来看一下修复层的功能在哪里呢 在这边 这边 像一个OKBound的一个图标 点选 点选 之后 其实它就是一个笔刷形式的存在 那么我们来调整一下我们的笔刷的尺寸大小 好 然后 不透明度 流量 OK 那么 选择喷比也可以 好 来试试看 比如说这个质 我们就用绘图的方式 把它画一下 那画完之后它会自动帮我们找 一个区域来算是缝补 我们就试试看 它会找区域来缝补 按右键 改变我们的笔刷大小 OK 那么如果你想要看到我们刚刚 绘制的这个缝补的区域 那么我们可以按这个M 有没有按M 好 我们可以按M 来 开关我们的这个 这色片的选区范围的显示 然后再按M OK 用这个方法 就可以处理我们的一些 人物脸部的一些小瑕疵 然后我们也可以针对我们的需要去移动我们的这个修补的一个参考来源 好 那么这个部分是针对脸部的瑕疵来做修复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连眼带的部分 这里握蝉 有没有 也可以做一个修复 我们来试试看 那么我要产生一个新的修复的图层 新的修复图层 OK 然后按右键来 改变我们的笔刷大小 好 OK 那么 现在这个效果 的设定差不多 OK 好 来我们来 针对我们的 臥蝉的部分 做一个修复 好 放开 放开之后 OK 大家帮我们选择一个区域 好 那么你看到这个效果没有 那么如果你不满意的话 甚至于我们可以点选我们的这个修复的参考区 然后按Delete或Backspace把它给删掉 OK 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操作 好 再来做一次 好 那么我们做这个效果之后 其实我们还可以做 这个效果的一个减弱 减弱的功能可以在这边做设定 不透明度 有没有看到 涂层的不透明度 然后你把它做下降 滑鼠的滚轮 稍微减弱一下我们当前的效果 好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再 画 另外一边的卧蝉的一个修复 好 移动我们的 好 看你觉得哪边效果比较好 做一个调整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的前后差异 按Y 然后图稍微缩小 好 现在你看到的是我们的 当前的效果 然后挪过来是我们的 调整前的效果 是非常的 效果还蛮不错的呢 好 脸都变干净了 那么我们的 握蝉眼带也变得相对比较不明显一点 但是我们还是给它保留一点点的 痕迹 比较像是真人的这个眼带握蝉 好 今天呢 我们跟大家介绍了 我们的Capture One 20.1版的 几个重要的 新的功能 或是改善 比如说我们的 可以从 Lyroom的编幕 来把它导进到我们的Capture One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 调整前调整后的 这个功能 那么还加上它的特异功能 有没有多张照片 同时可以观看 它的调整前后的效果 再来就是我们刚刚给大家演示的 关于这个修补的部分 那么其实它还有一个功能是叫做复制 做一个复制 只是说复制这个部分呢 我个人是比较少用 那么它的使用方法跟我们的修补 其实是类似的 好 那么你都学会了吗 那么今天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